哈喽哈喽大家好 爱生活爱污蔑 让我们一起污起来 这里是污蔑解说 很高兴与大家在我们的 雪英零属见面啦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 我们的一个世界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知道 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升级 我们这个人物的时候呢 要需要他的本身的一个 大量的魂石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一个 魂石对我们的这个 英雄竞争一个升星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像我们的不成主需要十个升星 我们回到我们的界面 所以说我们需要大量的 伙伴魂石 那伙伴魂石到底都在哪里 可以获得呢 上一次呢污蔑在我们的这个挑战中 介绍过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 黑风神宫 使用我们需要这个 伙伴的这个人去获得魂石 使用谁去打我们黑风神宫的大boss 就会获得谁的魂石 当然这个在前几期的时候 吴梅已经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 怎么过这个 怎么打 就这次呢就不多介绍 当然呢 这些日子呀 吴梅又发现一个新的方法 就发现我们的一个魂石 就是在我们的世界中 世界中呢有一个 我们的这个 武道名胜 其实这个非常棒啊 就是可以获得很多很厉害伙伴的魂石 像现在就是我们可以获得我们不成主的一个魂石 魂石魂石碎片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前往 当我们激起的时候 可以召唤我们的这个伙伴 然后并且给他一个升级 现在我们前往中 大家一定想不到我们的这个论道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点击开始论道 每天有三次的论道时间 是 机会 就是锤子简的布 哈哈 他一共五局 每一局都会奖励一个奖励 当然大家这个可以随机选取啊 如果我们这个 像我们的这个 对战的也是我们的不成主S级的 他这个难度就会稍微难一点 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礼物就是我们的不成主魂石 我们这时候呢 可以选择 选择用25个神经进行一个必胜 但是由于乌妹比较抠 对就算有6000多的水晶 也不会去消耗 哎算了 今天为了给大家演示 我们演示一下 乌妹魄力花费25个钻石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必胜 然后领取到我们的不成主魂石 这种呢 就是通过一个石头剪子布 比较轻松的方法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各种奖励 所以说推荐大家每天都来论道 然后每一次 每一天呢有三次机会 每一次呢有五局 也就是15局 如果大家点正的话 全部胜利还会开启一个宝箱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经常来进行我们一个论道 其实说白了呢 就是我们的石头剪子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 希望你们多多收集我们 各类城主的魂石吧 爱你们哟 拜拜